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一个是落后的砍杂器文化圈 其中包括东亚 东南亚以及印巴斯大陆北部 这种理论被称为末世线理论 一度成为当时的主流说法 并把东南亚地区看成是文化之后的边缘地区 我国很多的专家学者 他们对这个理论都表示怀疑和反对 他们也试图找到能够反击的理由 可是苦于没有出土文物作为嘴正 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反驳 1982年夏天 广西百色地区文化局配合广西文物工作队 开始对百色盆地进行大规模考察 通过60多名队员的不懈奋战 终于找到石器散布地点80多处 采集石器标本4000余见 在众多石器中 有不少石器 依稀能够看到人工加工过的痕迹 只是这些石器的形成年代太早 又经过很多年的风吹雨时 因此形状太过模糊 难以辨认其用途 为此 考古队员们一时间没有了办法 为了能够更好地确定这些石器的制成年代 考古队员 特意请来了当地的古人类研究专家 准备对这些石器进行深层次的探究和鉴定 专家在挑选石器时 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有一部分的石器 都是成上后下膀的黎状或半月状 专家们出于职业的敏感 他们觉得这些石器不简单 经过仔细的研究 发现这些石器就是那些欧洲人所谓的石斧 在这些石斧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那个被珍藏在博物馆中的石片 被称为百色石斧 根据石斧在土层中的位置 与专家们进行的年分测定技术 认定了这个百色石斧的年代 起码要早于北京人生活时期 甚至与蓝田人的生活年代相同 这一惊人发现 震惊了世界考古界 考古专家马上撰文 并发表了学术演讲 在演讲中 专家们把百色石器时代 与旧石器时代的关系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 广西地区发现百色手斧的消息 开始动摇了 铁板一块的末世线理论 证明了先进的文明并非西方独有 而是广泛存在于东方 事实胜于雄辩 百色手斧的出现 让很多的西方学者 低下了高贵的头 至此 末世线理论被彻底打破 百色手斧 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诗器 可是 它的先进性 却让现代人难以想象 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百色石斧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 前后要经过五十多道工具 包括砍 销 摩等步骤 小编举个例子来说 在同时代的任何石器遗址中 都未找到如此精细的第二件同样的石斧 你不佩服广西的原始人 制作工具的手艺能成吗 谁也没有想到 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石片 推翻了 看似唐纳难以撼动的末世线理论 也再次让西方人对于古老的东方文明 有着一个感性更张的认识 百色手斧虽然貌不惊人 可是在他的身上 却闪耀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光辉 文明骄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辽� 达 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